当小燕和凤九火急火燎地赶到魔宫时 果然发现半个魔宫都变成了废墟 另外半个魔宫整葬这数万因为后怕 在瑟瑟发抖的磨冰魔浆们 凤九看到在这乌泱泱的磨冰魔浆上面 笼罩着一个巨大的紫色结界 凤九一看就知道是东华设下的结界 看到这一场爆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凤九这才松下了一口气 但却没有看到东华的身影 他大喊道 碧君 碧君你在哪 我在这 随着熟悉的低沉声音响起 凤九看到自己白发尊神从天缓缓而降落在他们面前 凤九小跑过去拥住他 碧君 你又吓了我一回 东华抚摸着他的头安抚他 不用担心 你夫君什么时候不都能好好的 他这边安抚着凤九 余光却瞅到小燕柳梅倒树怒气冲冲地过来 小燕冲到他面前 冰块脸 魔宫是不是你炸的 东华淡淡道 无 那批极光雷过于厉害 而且极其敏感脆弱 都无法转移 幸好本金费尽心思将他们的力量削弱了不少 这样才只炸掉了你魔宫一半 小燕更是生气 什么叫只炸掉一半 老子手下那么多子民 这都成废墟了 以后叫他们住呢 东华道 你不是刚得南海娇人的珍珠吗 那些珍珠用来重建你魔宫足够了 小燕之下脑子也灵了 老子晓得了 冰块脸你早就打好主意了 你怕那些狗蛋雷会炸了你的宝贝天宫 便故意让他们提前引爆 你这是为了保全九重天 把老子的魔宫当作牺牲品啊 亏老子还那么信任你 老子要跟你决斗 东华眉头皱起来 语气中带着怒色 信烟的 你别无理取闹 小燕兵器都要亮出来了 你如此欺负老子 你还敢说老子无理取闹 眼看他们真的要打起来了 凤九连忙拦在东华前面 对小燕柔声道 小燕 李军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 在他眼里 天族魔族并未有分别 要不然他就不会涉那么大一个 节节保护你的磨兵磨僵了 你冷静下来 好好听必经解释 小燕重重哼了一声 东华看了他一眼 东海那两位皇子便是已埋在 水潭里两样东西 作为与你魔族长老谈判的筹码 先是用每一颗都价值连城的 南海骄人的珍珠作为利诱 若是利诱不成 便用那些极光雷来威逼 所以埋在水潭里的那批极光雷 是迟早要炸的 凤九一听就对小燕道 小燕 你听到帝君说的没 是东海那两个皇子不怀好意 帝君是在救你们 那帝君 东海的两个皇子有没有抓到 东华摇了摇头 没想到这杏烟的整日在外面瞎混 魔宫里却养了那么多人 我为了聚集他们到我的结界之下 只能让他们先跑了 不过他们很快就会被抓到 先不起什么风浪出来 凤九忙道 那咱们快去追他们吧 万一他们又在别处埋了这个极光雷 那就危险了 小燕却还闷闷地站在原地 凤九亚道 小燕 帝君都说得这么清楚了 你还在生她的气啊 若是真是这样 你可不再是我认识的 那个心胸宽广的小燕壮士了 小燕闷闷道 冰块脸说得对 老子的确是整日在外面瞎混闲逛 没有怎么担起一个做魔君的责任 老子哪都不去了 就留在这好好重建魔宫 不过等你们抓到那两个小子 先跟老子说一声 老子一定要抽了他们的龙金蟹份 凤九拍了拍她的肩膀 小燕 你终于长大了 结果等东华凤九疼于而去 小燕还在后面追 等等 你们快把老子和那白银的皮囊换回来先 太成功中 东华再用一魂术将小燕和白银的皮囊给换了回来 小燕摸了摸自己的脸 老子这才觉得自在了 顶着这张小白脸 老子浑身都不自在得很 凤九问 小燕 你现在要回去重建魔宫了吗 小燕哼了哼道 那是自然 那魔宫毁了一半 总要快点重建好 不能让老子的子民流离失所 凤九想了想 那你等等我 她从房中搬出了一个半人高的箱子 一打开来 小燕都感觉自己晃眠了眼 这些都是你的宝贝 你可真是个大财主 凤九心里其实有点肉疼 但刚刚既然起了那个豪气的念头 此刻也只能硬着头皮贯彻下去 这都是我这些年收藏的 你且都拿去 应该够你盖好几座宫殿 小燕拍了拍凤九的肩膀 不愧是老子的好兄弟 一起啊 等小燕喜滋滋地抱着这一大箱宝贝走了 东华出来沾到凤九身后 既然舍不得 方才怎么又那么大方 凤九呜呜着扑在东华身上假哭 李军 我破产了 东华摸了摸他的头 凤九觉得自己眼前一晃 下一刻他就与东华站在一个大殿中 只是这大殿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 最显眼的就是一颗珊瑚 有一丈之高 比东海水晶宫的珊瑚还要壮观不少 那珊瑚上面还挂了好多南瓜大小的夜明珠 东华瞧着凤九目瞪口呆的样子微微笑道 你夫君我活了这几十万年 什么都没有 就是有钱 凤九终于挖了一生 我感觉我在青秋都没见过这么多宝贝 帝君 你真的很有钱啊 东华捏了捏他的脸 你嫁给了我 这些便全都是你的 还心疼吗 凤九笑着抱住东华的腰 不心疼了 而且帝君方才贬低了自己 帝君才不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呢 帝君有才有貌 有让人望尘莫及的修为 最重要的是有这四海八荒最最可爱的一只小狐狸 东华恩了一生 没错 光这只小狐狸就能比得上所有了 凤九将东华捞得更紧 帝君 那白银现在如何了 我们要去捉拿东海两个二皇子吗 东华点头 白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醒来之后 我就吩咐他在太成功好好照顾莫远和少婉的女儿 顺便帮我们带好三个娃 小白 你跟着我东奔西跑的 会不会觉得累 凤九连忙摇头 才不会觉得累 而且比起待在太成功 我更想跟着帝君在四海八荒到处玩 东华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原来小白只是贪玩了 我还以为小白是为了行侠仗义 匡扶苍生呢 凤九脸一红 果然在金钱面前容易淋湿自己啊 怎么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呢 他连忙晚尊道 是我说错了 我可不就是为了行侠仗义 匡扶苍生吗 东华笑了笑 然后祭出了妙华镜 待妙华镜的镜像一出 他摇了摇头 这南荒魔族他们没说服成功 现在他们又跑到北荒妖族去了 凤九儿了一声 那岂不是跑到我的地盘去了 东华点头 正好让你去见见你的老朋友 听说那个赤兵 这段时间待在北荒也很不安分 在凤九印象中 统领四海八荒的朱军 恐怕那北荒的妖王莽英是最怂包的 当初凤九凭一只鸡腿就让莽英心甘情愿认了他做大哥 所以他不理解为何东海两个皇子挑了他作为新的怂恿对象 当东华和凤九再次来到北荒 这个地方已经完全大变样 变成了草木丰盛的富饶之地 他们落在一个山坡上 看到一个穿着一身不衣的人正在那里放羊 他背对着他们坐在坡上 手里拿着一只竹笛在那静静吹着 看上去倒是怡然自得 凤九走到他身后 轻声问 请问 这么洋人回过头去 凤九看到他的样子大吃一惊 这竟然是以前那个上古风流上神赤兵 他现在眉目之间完全没了从前的风流轻飘之色 而是如沐春风般温和 他站起来抱了抱拳 原来是义父和义母驾龄 赤兵有失忍赢 凤九十分不待见义母这个称呼 看到赤兵这个正儿八经的样子更是不习惯 你怎么好端端在这里放羊了 刚说完 就看到一个红衣女子背着一罗框菜走过来 相公 天快黑了 快赶羊回家吃饭了 瞧着这女子的模样 凤九更是一愣 这竟是神女孟姬 孟姬瞧着他们也是一愣 方才我过来的时候就感觉前面仙气腾腾 原来是东华帝君来了 凤九呀道 你们成婚了 孟姬点头 我们不喜欢高调 成婚的时候只请了孟姨来给我们做个见证 没有请你们来喝喜酒 抱歉 我们现在要回家做晚饭 帝君帝后若是不嫌弃 可来吃个便饭 当作是小小的弥补 东华摸了摸鼻子 也好 上次见他们还是一对痴男怨女 如今仅成婚过起自己的小日子来 凤九觉得很是神奇 而且他们现在的生活也完全不像一对远古上神 过得跟普通凡间夫妻一般 屋子只有几间茅屋 前面种着菜地 后院还养着鸡鸭 在边上就是羊圈和猪圈 看到赤兵贤熟的把一只只羊赶回羊圈中 孟姬手里还抓着一只鸡和鸭 看来是要杀鸡宰鸭款待他们 孟姬把鸡和鸭塞给赤兵 你去处理干净 我怕血 赤兵还笑他 你从前宰人的时候怎么就不怕血 孟姬瞪了他一眼 还不快去 东华看凤九瞧着入神 很羡慕他们 凤九叹了叹 原来神仙也能把日子过成这样 东华微笑 咱们不也再过这样的日子吗 凤九马上笑起来 搂着东华的手 对 咱们的日子过得比这还开心 晚上的时候 赤兵和孟姬真的倒通了一桌子菜 用来招待东华和凤九 只是在这一桌子菜中间 还摆着一盘糖醋鱼 赤兵还特意向东华介绍 义父 您最爱的糖醋鱼 凤九忙道 要不我先尝一口 东华已经操起筷子挑起一块鱼肉 放进嘴中尝了尝 然后微微一笑 味道不错 凤九这才松了一口气 看来他是得了糖醋鱼被害综合症了 赤兵道 我的手艺义父还是放心的 不是每个人都有本事像义父那样吧 一盘糖醋鱼做得难吃到天地为之变色的 这赤兵 刚觉得他转性了 结果刚说完几句话就露出了本性 果然东华微微一笑 我做的糖醋鱼 真的难吃到天地为之变色 赤兵连忙改口 我说错了 义父作为天地共主 一根头发丝都能大杀四方 那糖醋鱼想来也是一副用来对敌的强大秘密武器 梦基摇摇头 你不会说话就闭嘴吧 没有人把你当哑巴 你不会说话就闭嘴吧 我说话就闭嘴吧 我看你会自己的对敌的弧